乖当 由于地心引力变小 儿子和媳妇居然飞了起来 但儿子力气实在太小 最终无法抓住老妈 就这样任其飞向天空 原来是航天飞船在登月时 不小心把月球撞烂了一半 这才导致引力发生变化 只有体重达到250的 才能在地上站住脚 而体重没达标的瘦子 就只能待在家里 一刻都不能出去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 人把索娜往楼下丢 下一秒 索娜就飞上了天 可把楼下的音乐家看傻眼了 而在家吃饭的两父子 由于重力设备故障 儿子吃着吃着就飞上了天 但爸爸见怪不怪 慢悠悠地调好重力设备 就让阿寿闭上眼睛 爸爸想看阿寿摔的情况 但对方却反应剧烈 说自己的脑袋昨天刚摔伤 看来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因此为了固定住家具 他们会给书架安上铁丝网 给桌子订上螺丝钉 就连爸爸出门上门时 都会称一称体重 要是没达到250 就赶紧拿上两颗小铁球 背上书包就能出门 而阿寿只能待在家 拿着望远镜看着外头的街坊 甚至有人为了遛狗 就算狗子都飞上天狂吠都不停 他们都在所不辞 但阿寿也不甘示弱 只见他在客厅打开遮阳伞 脱掉衣服取出枕头 接着戴上墨镜穿好沙滩裤 擦满防晒双躺在地毯 就打开电视机享受着日光浴 随着窗外响起的车鸣声 阿寿灰溜溜地就拿着望远镜 守在了窗边 一条纤细的眉腿 从车上走了下来 脚上那双瓶跟刀跟鞋 完美包裹住了他的小脚 随着小美一个回眸 那充满抑郁风情的眼神 搭配肥美多汁的身材 一下就把阿寿的魂给勾走了 只见小美拿下帽子 那头茂密的头发就一窝蜂地往上飘 他微微一笑打起招呼 可把阿寿看得小鹿乱撞 我是谁我在哪我该怎么做 他迅速穿好衣服 在纸上写下拟好两个大字 但他站在窗边 却始终不敢回去招呼 因为在这个只有胖子才配出门的时代 阿寿这个九十斤不到的 压根就不敢想着和别人出门约会 可即使这样 小美还是在他脑海挥之不去 为此阿寿根据杂志上的指南 决定吃十个肉夹馍以来增重 就算再干再撑 他都还是一口气吃完 等看着自己的体重长了十公斤 阿寿也鼓起了勇气 等到小美再次走出街时 他就拿出白纸和对方打起了招呼 看着小美回忆自己那甜美的微笑 阿寿心里也乐开了花 于是他继续肉夹馍配果汁 结果吃完一桌 阿寿当晚就食物中毒了 不仅体重没重 反倒又瘦了回去 而隔天小美站在楼下等着他的招呼 却久久不见阿寿身影 原来阿寿本事做好了准备 但下笔时却不知道写些什么 可一番内心挣扎下 他将自己绑在冰箱上 想着到街上就不会飞跑了 哪知老爸刚到家 反手就给阿寿抬了回去 为了怕儿子飞跑 老爸甚至将家里所有重物都搬了出去 还给窗户锁上了锁头 可即使这样 看着儿子每天的烦恼 老爸也不禁感到心疼了 为此他决定做些什么 妖兽 男孩解开鞋带 整个人居然原地飞了起来 正音乐球被撞烂了一半 这才导致地球的引力变小 体重不到250的人 走出门就只能飘上天 为此兽子只能待在家晒日光雨 胖子则一脸悠闲 有事没事还能带着小狗放放风筝 而当年由于妻子太轻被飞上了天 如今儿子阿寿想出门 老爸都满心担忧 生怕把儿子也放跑了 可整天把对方关在屋里不是办法 为了让阿寿体会爱情的滋味 老爸做出了一双重力鞋 能让人穿上后正常走路 再也不怕飘走 阿寿看着老爸的作品 激动地就赶紧穿了起来 而看着他这副模样 老爸更是满心欢喜 随后他们关掉重力系统做测试 阿寿果然没上天 就这样 他收拾好装备坐上电梯 今天他终于能亲自踏出去了 只见阿寿往女神小美家走去 对方则在阳台开心地望着他 哪知下一秒 阿寿解除重力鞋系统 静止地原地浮空起来 为了表现最真实的自己 他还把装作大肚男的枕头给扔了 阿寿紧闭双眼 要堵一次 随着一双小手搭在他肩上 阿寿果然堵对了 单身这么久 他终于不再是母胎solo了 而家里的老爸看着这一幕 也不由感到欣慰 他看着妻子的照片 想必这就是爱一个人的滋味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叫做增胖的渴望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